我这套造型一定会风鸣万千少 蒙昧飞云到底给金虎留下了怎样的心理阴影 这天一觉睡醒的大胡子看到隔壁是飞云 吓得他直接小跑起来以为自己在做噩梦 意识到这不是梦而是现实后 金虎一动不敢动呆呆坐在木架上 心想今天怎么没人告诉我 暴力小姨的生日在室内部 最后飞云吃饱喝足睡着了 大胡子才敢下木架吃点东西补充体力 之后金虎还紧紧抱着武器准备保护自己 不过从他的战斗力来看 如果飞云过来 大胡子把自己敲云顶多就是个轻伤 但要是被蒙昧的小拳拳做几下可就说不准了 而为了表忠心 金虎干脆把飞云的抱枕时刻放在身边 不得不说大胡子真是把人前人后体现得淋漓尽致 飞云不在的时候 直接把印有对方照片的抱枕 不是扔地上就是用脚踢一遍 多看一眼今天的心情都会很糟糕 然而当飞云在隔壁望着自己时 大胡子对着蒙昧的抱枕 轻轻贴贴举高高 一顿操作下来直接给他泪够呛 最后金虎躺在木架上枕 此时他的心情复杂根本不敢睡 甚至还觉得后背有阵阵凉 或许是被蒙昧羞羞的小铁拳揍怕 导致金虎听到飞云两个字就抗拒 飞云 你去睡一会儿叫吧 你刚才吃了那么多竹子和竹板 你看人家飞云都上去睡觉 你也去 不想睡午觉的大胡子想爬上木架 没曾想在上面看到了正在睡觉的飞云 只见他先愣了一下 然后凑上前确认 再看到真的是做自己的蒙昧后 金虎吓得拔腿就跑 奶妈看到大胡子的反应让他淡定 我谁惹你啊 谁也没惹你啊 你在干什么 啊咋子呢 人家飞云就在那挠 师傅你都跑 跑啥了 可金虎内心却是 冷静 你让我怎么冷静 丽云根本就没说你 没说你一个的 真的 我做证 丽云什么都没说你啊 越想越害怕的大胡子直接满院自跑 心想他是不说我 但是他直接揍我 最后金虎跑到门口大喊门卫门卫 然而别看他现在这么害怕飞云 但其实每次两熊打架都是大胡子先动的手 这一点奶爸奶妈也在蒙昧的生日会上澄清了 此前首欠的金虎故意碰了一下飞云 结果直接被蒙昧按在地上摩擦 还有一次金虎隔着门的缝隙 不断探出嘴试图咬住对方 找准时机的他咬住蒙昧的大马来不松口 气急眼的飞云使劲在挣脱后 一口咬住大胡子的脑袋 然后又直接咬住了他的脑 任凭奶爸怎么喊蒙昧头也不会 只能说金虎真的是大眼 没想到飞云这么能打 也难怪吓得他从此以后不敢正眼看对方